大家好,今天2024年1月17日,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外汇分析 今晚有Carson,也有我们今晚的嘉宾,王冠一教授 阿sir 你好 大家好 今天继续回来,我们去美国市场先和阿sir 你说一说 因为刚刚美国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 就是去年12月的市场销售 这算是挺好的,先和大家调一下数 按月计12月份,整体增长是0.6% 增幅是3个月以来最大,也比市场预期的0.4% 如果顾取汽车的核心零售销售 即Corel的部分,按月也有0.4%的升幅 升幅价好过预期的0.2% 刚刚开节目之前,阿sir就问我 那这个年代表是怎样的 那便立刻看看 12月的年代表的市场销售是5.59% 对比上一个月的3.97% 是多了很多 好像挺帅的 对吧 好 好,就把市场销售上去 你的经济也好 你的市场销售 你的消费相等于GDP的 至少是70% 对吧,那市场销售好 那也好 那你怎样减息呢 这个是真的 不是突然间 一个数字一出之后 十年债已经穿四厘了 刚刚有一下去到4.11流上 那你那些美股期券就去插下去了 是吧 是啊 我不是想 你美股期券就去插下去了 跌成200点了 那你那个港股期货又插下去了 是吧 那其实 那个市场销售出来好呢 就有点令人惊奇的 嗯 因为你美国自从你那个疫情之后 你又有这么多措施出来呢 那些人就省省了 就是不省省的 没有地方花钱呢 之后一开放之后呢 那些人就发癫地去洗 洗洗洗洗洗洗洗 洗到呢 现在那个 连credit card都要拿出去洗的了 就是走回去那条舊路 就是prepaid 是啊 就是credit card那个欠债 应该又去到很高位了 嗯 那就是说你这些人 你知道美国佬洗脚抹脚的嘛 他们真的 大哥 他们最遗憾的就是死之前 洗不洗钱 最好是死之前呢 那些区别的卡簽到爆灯 跟着才会死的嘛 嗯 嗯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就是 洗洗啦 那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一路洗一洗 那如果你的经济 真的是很不好的 而且它的工资也都上升了 如果你经济真的很不好的 那你那个LTLShare 不要理由这么厉害 那当然你十月 那LTLShare是好一点的 因为你有个圣诞节啊 过年啊 买礼物啊 有Christmas Shopping啊 又有一些 所谓的大减价啊 那这样 那会好的 那好啊 那对啦 那你那些数据一出来 那些小孩还说减息 怎样减呢 那些小孩呢 那些小孩呢 你不要骗人啊 那些小孩呢 那些小孩呢 大佬抹大眼在那里说大话 那些息会减多少次 减多少次 减六次七次 跟着呢 就说在那个点阵图 又要减息三次 那好了 如果你真的要减息三次 如果市场股 你减息六次七次的 就是告诉你 你的经济很不行啦 要不然你减什么减息呢 因为你那些通胀没落 关于二嘛 是吧 嗯 我说了很多次啦 我说你经济不行的 那你股市怎样 sustain到这样的位置呢 是吧 那你告诉别人 你现在衰退了 衰退在门口啦 那又不是啊 那突然间带个 retail sale出来 又多好啊 多好就是又就没得减息啦 没得减息 就是不是没得减息 你减息的部分 应该放缓啦 我们大致表里都写了啦 是吧 明报啊 那里都说减息部分 放缓啦 好了 你减息部分放缓 如果是这样 你股市又怎样好呢 是吧 就是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我们已经drop everybody 的 hint 就是我说了给大家的那些网友 那些听 你们真是懂得听的呢 你们这次真是赚钱的 你们真是要天天来报起的 我说给你们听 第一 我已经一早说了给你们听 15号那个星期是很不行的 15号 还有22号的星期是很不行的 现在15号 你想想这几天美股的期指 不要说那些网友 其次掉了多少 港旗 不是啊 不要说你港不港旗 什么旗都是啦 哦 什么旗你都死啦 道子旗 美旗 美旗 美旗啊 港旗啊 日旗啊 什么旗你都死啦 是吧 是吧 你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前面 你 未开Webinar之前 已经告诉你 15号那星期 小心点 15号22号 可能 再提醒你一次 15号22号 小心点 那你开完Webinar 星期一是马丁路得金 那你沽还是不沽 那时候有很多机会给你沽 你沽还是不沽 我不管你 你沽不沽 星期二一开出来 接着我们在Webinar 告诉你 今年那个A股和港股 应该是V型的 V型的意思 就是插下去才上的 好了 第一 告诉你日子 第二 告诉你美国的股市 真的是不好的 他根本的息口 不好的意思 就是说他的息口 就是说他 就是说给你减减多少次 多少次的 那10年息 应该是上4年以上的 那如果他真的减息的时候 他的经济一定是不好的 可能衰退 硬着陆 滞胀 什么都好 什么乱来 那你的股票也是不好的 好了 告诉你日子 告诉你美股不好 告诉你V型 还有在Webinar 告诉你 这件事 黄金和美股是同步的 那如果是你沽美股 就沽黄金 如果你真是一个 很用心去听我说话 或者很用心去 去一个市场 真是搵食 你当是搵食 大哥你不要玩 你玩你不喜欢玩 真是搵食的 你这一波 你这一波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你这一波已经赚了很多钱 那当然有人说 哎呀 我在你前瞻 前瞻底买了 那我要怎样 前瞻底买了 1% stop了 你stop了就算了 你不stop 你就再多些了 那哎呀 不是呀 我又不知道 159又买 我昨天也叫你159买 你1%stop 就stop了 stop了就算了 是吧 就stop了 大哥 一定是赚的 赚的 那时候又不见你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都很开心的 幾个星期 六个星期 六七个星期 每个都在那補起 那你输就输了 那其实 我都说了 美股一定插来 美股插来 你的港股一定是 给它玩的 你就算是日头 能够受到夜期 也给它玩的 那A股又说 突然间出了 就是出了些数据 那GDP出来又说 又说 就是少个expected 那些傻的 5.2 5.3 就是少个expected 然后乘机插给它来 很多人说 喂 是不是 是不是过份 或者是什么 是啊 就算是过份 但是你美股 咦咦咦咦地下 那你就去摺一把 跌下去就尖刀了 你說買货 是另外一回事 一回事 明天回来只剩150 150 你去买 就叫你买 你喜欢买 买些 等六个月 九个月之后 就上去 是吧 嗯 但是如果你说 我短炒的 喂 大哥 你一六九又买 一六七又买 一六五又买 就是输到怕 是吧 是吧 为什么要买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买 你都没有judgment 美股就这样 下去 额升 美股下 是吧 嗯 你看到这些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全世界都各地原政治 那么紧张 全世界没有什么好消息 那么你还走去说我要买 那么你不买 我不会拦你的 可能你对 因为我不是神 可能你会对的 因为我拦着你去买 我唯有 每个都问我 每个转社会 不是我都说 OK 你喜欢人买 不过你要辞指示 是吧 那全部都指示了 指示完 指示完就算数了 指示完就从头来说 你输多少点 输80、200点 不过来 你不要指示完又来 指示完又来 指示完又来 因为那个势是不行的 我真是用心良苦 又没做webinar之前 我告诉你日子 我告诉你美股不多 我告诉你息是会升的 我告诉你美元是会升的 然后webinar告诉你 再重复一次15号 20号 那个星期是不行的 再告诉你 再给你一个錦囊 美股和金是同步的 然后再告诉你 今年这个降股和金股 你应该是V型的 V型 即是下来才上去 那你也就是要买 好一说 是吧 是吧 一个字就是沽 你也沽 你也沽 你也赚 但是我说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你想你学一下自己的分析能力 是吧 阿sir为什么要说他这样的东西 那样的东西 那样的东西 全部加在一起 然后他融会贯通 在你脑海里面 你会弹出一个结果 或者弹出一个建议 你就要这样做的 那你才能学到东西 我告诉你 如果你天天在那儿等 在那儿等 等到阿sir说沽 阿sir不是说沽 你不沽 接着这个字又来 好不好沽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第二 如果阿sir有一天 瓜佬衬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解释 你现在就收招了 你以后不用炒了 我瓜佬衬你们 你就不用炒了 你还炒什么 昨天都已经 哇我输到这么多 原来有人介绍我来听王道财经 接着我就赢了 赢了六年钱 现在赢了六年钱 我很开心 所以老实说 所以说老实说 我们不是仅仅仅屁 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我想我們都算是挺值得信賴的一個財經台 信賴之餘 也是一個很教育性很強的一個財經台 教你去思考 教你的策略 教你怎麼去吹吉比方 教你怎麼去看那個相關性 教你很多東西 如果你今時今日還可以愚蠢的話 你還不要緊的 阿sir在這裏你還有機會賺錢 阿sir說老陳你馬上收檔 你不要做 我告訴你 你是誇緊的 好 我們股市賺者 一會兒看看下午下午有沒有問題 因為外匯分析都想和阿sir你談談貨幣的情況 那美金就和10年債息一起 就叫做同步向上 因為我想和零售數據都有些關係 我看到剛剛有一下就穿了103.5 現在都站在103.5的位置 但是你覺得這一浪的美金的反彈 會不會短線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到尾聲呢 那些貨幣 幸好昨天我也記得阿sir說 你127 你想沽就沽個磅 不過我聽阿sir的口吻就好像不是太過 那些人說想買 然後我聽阿sir的口吻也不是太好 那真的不太好買 因為你今天看到的英鎊也穿回到127樓下 那些貨幣的弱勢 是否還會保持多一會兒呢 那你現在的貨幣就是在試103.5 如果現在103.5穿了企穩的時候 那些貨幣都是還有機會再上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那些貨幣真的不多 那你這個euro 一億一一 一零穿了一零九穿了一零九穿了 那現在去到一零八了 是吧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是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分析 Patreon会员将会享有专属限定内容 每星期的独家影片和文章 为你分析环球投资市场 还会以宏观角度 对股市、外汇、债券、商品资源等市场 作前瞻性的分析 小小的付出 随时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立即追我Patreon